哈囉各位我是劍聖 在昨天BB這隻角色已經正式上線了 今天就來稍微分享一下 我自己玩這隻角色上面的一些使用心得 不過還是要稍微跟各位提一下 因為我的BB現在才250倍 而且也沒有時機 就沒有辦法用太客觀的角度去分享這隻角色 那先撇開強弱方面的話呢 BB這隻角色真的非常的好玩 因為他可以把人捶走的關係 這一點就非常的有趣 不管你今天想要捶機器人去害你的隊友啊 還是你想要把敵人捶去看流星雨 BB都可以滿足你的這些願望 然後在BB要出來的前一天 我有說過他的大招可能會很激了 結果我錯了 目前看下來的感覺呢 BB他的大招是非常的噁心的 傷害重複的太快了 而且他的球可以滾超級久 如果今天對方不小心跟著球一起走的話呢 很容易就直接會受到第二次的傷害 非常的痛 一個痛爆的感覺 再來就是他的攻擊範圍 是扇形的 算是蠻廣的 而且長度也夠 如果你要風箏普莉摩這種角色的話 是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很奇怪的一點就是 他的出牆攻擊判定非常的妙 你可以在畫面上看到 就算如果今天對方他是在範圍裡面 攻擊的特效也是有碰到他的 但是你的角度不對 一樣是打不到 這一點就要稍微去習慣一下 不然有時候你第一下沒有捶到 你就會很虧 那BB目前比較適合的模式 還是比較偏向足球跟機甲攻堅戰 目前排行榜第一的H 他就是打攻堅戰打到800杯的 非常的猛 然後BB還是跟之前說的一樣 都是那種在草叢的情況下 打不贏近戰角色 因為你不知道對方哪時候會走過來 如果你第一下擊退沒有打到 或是退的距離不夠 你就直接被他貼身 你就會輸掉以耐線 所以目前他的定位還是在於說 他的能力之星開了之後 拿去垂對面的軟皮角色 一下可以打到1900多底 只要打到兩下 彈射跟辣椒這種角色就直接不見了 不過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是 你的充能攻擊之後會有擊退上面的問題 如果是直接擊退到最遠的位置的話呢 BB的第二下攻擊會沒有辦法達到 這樣子可能就會瞬間變成是 對面守長的角色會有優勢 所以就變成說 你可能要稍微控一下 你的那個擊退的能量 不過要控能量的話呢 你就必須要打出攻擊出去 你才可以控 那如果你今天在草叢的情況下 你要控這個能量 你攻擊出去 你又會暴露你的位置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就會變得有點尷尬 那這隻角色的特性 其實跟卡爾我覺得還蠻像的 都是有那種在保持距離的情況下 很難纏 但是一被貼到臉就完蛋的特性 所以在技巧上限 我覺得應該會蠻高的 如果今天有非常強的玩家 可以控制住他的擊退充能的話 那我覺得應該會真的是 挺噁心的 那這影片就到這邊 老樣子 我們下次見 掰掰